我們現在人在北投的一個 整個大廳門廳 都是花崗石 我們今天有一個嘉賓 這個里的里長 哇 里長伯是不是 嗨 大家好 我是里長小姐 里長小姐 不是伯 哇 這個是一個非常高級的社區的感覺 整棟外觀全部是花崗石的 連這個地板全部也是花崗石 這是加格建設公司 我們當初買的時候 它主打的是豪宅 溫泉辦電視管理的設施 但是我們入住之後發現 就是一場騙局 騙局 我最喜歡看騙局了 來來來 我們就 哇 大廳這個門廳 你看 真的整棟是花崗石的 不是假的 所以這邊是 拉比的部分 不錯啊 哪有差啊 但是你看它這個建材 哦 建材 這吸了水了 真的耶 所以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是吸了水器是不是 這 建商它給我們非常劣質的建材 它只有美美的外觀 但是 外牆貼得非常漂亮 但是裡面 但是裡面呢 就是一些不好的建材 我帶你來看 黑肉木杖就對了 來 所以從這邊還可以走到後庭院 哇 這看出去簡直就是 鳥語花香 這是怎樣 當初我們就是被它的這個地理環境 給騙了是不是 就是這樣子被它的廣告 還有這個環境吸引 那當初跟我們說這裡有溫泉住宅 所以里長 還有溫泉十八池 里長當時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你是這邊的住戶嗎 我是住在附近 喔 住在附近 看了它的廣告 喔 才來購買的 這是什麼 想不到呢 我們進來住之後啊 我們的溫泉十八池 就變成石頭池 就現在這個樣子 這怎麼會這樣子 是你們自己丟石頭丟到滿嗎 住進來之後 建商就 欸 我看一下 欸 欸 很危險啊 這個很危險喔 對啊 你看 這個是真的石頭耶 下面空的 一個鐵板已經壞了 本來是這樣 你看 本來是這樣子美美的十八池 所以等於說我可以躺在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噴水的 按摩池耶 按摩池 你看是不是很棒 很棒耶 這樣變成一個那個鯊玉了 炎盤玉 哈哈哈哈 變成是這樣 而且我看到你們這個木頭 木栈道都已經 烈化了 對啊 才幾年 就已經爛成這個樣子 你看這個建材是不是很爛 這比我們林物局 蓋的還有問題 唉唷 那我走到這邊 會不會等一下陷下去 很危險啊 欸 很恐怖耶 所以住戶最近都不常來這一區 對不對 從來不來 不敢來啊 所以這位姊姊也是住戶是不是 我小孩 小孩住在這邊啦 不然你看這個出去 多好居高零下 我們還有一個 更誇張的是 五星級KTV 五星級KTV 來來來看看 邊走著 你看沒 哇 你看 這才幾年 這個已經吸進去了 對啊 水已經吸進去了 這電梯齁 感覺是很高級 可是你們的地板也太扯了吧 這個都撕開啦 嗯 他說高品質啊 你看他也是 宣傳高品質 高品質的 山林電梯是高品質沒錯 但是 還有車露水 車道感覺很高級 等一下 你們車道還有裝潢啊 迎賓車道 迎賓車道 剛初要買的時候 你看一進來是很吸引的 很讚的感覺 讚啊 但是你看才住沒多久 這漏水很嚴重 喔已經漏水了 對 豪宅漏水 漏到這邊會變成一個 那個蓄水池 蛤 漏到這邊變蓄水池 沒有台風啊 沒有台風 你看這個牆壁 牆壁歸裂 漏水的非常的嚴重 喔 上面都是水痕有沒有 對 非常明顯啊 尤其這邊 你看這水痕是更清楚 然後 然後 這邊都是水痕 對 等一下我帶來 喔那邊都已經有那個中午時了耶 對啊 哈哈 太誇張了 里長 說要帶我們去看五星級的 五星級飯店是管理的溫泉湯屋 五星級飯店是管理的溫泉湯屋 這間是什麼 怎麼 這邊 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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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進來是一個飯店是管理 一個飯店 一個櫃檯 對 然後這邊有更衣間 這邊有更衣間 你們都記得這麼清楚 然後從這邊出去就是那個啊 就Spa池啊 你看多漂亮 就是你剛才看的那裡啊 喔 這邊可以直接通到外面那個地方去 對對對 就是你泡完了 你當然可以到那邊去看 休息去那邊Spa 好讚 剛好天母跟北投這邊又有溫泉 我們住家就可以直接泡溫泉了 那邊進來會有兩間湯屋 這邊有兩間 現在我們都在想像當中就對了 以前的 以前我們泡的時候是 你看這個景就曉得 這是一個小湯屋 哇 好棒喔 這是家裡兩三個人 三五個人 就可以來這邊泡 我們用想像的 一二三想像 我們三個人在這裡泡湯的感覺 你看他都很接壞 那時候種的更漂亮 這邊是家庭是大湯屋 你們兩個是怎麼有幻想症 這怎麼像起來像大湯屋 所以你意思說 不是啊都有啊 那個池啊 我們買的時候它都蓋好了 池的 池的 是這個泡的 所以 很大 我們可以影片給你 那時候要拆之前 我們有 以前來買的人有露營 OK 然後這裡有什麼 改為屁股球室 就是這個 介紹說 用這個換湯屋 用這個換湯屋 所以意思就是 這裡本來 他們在買的時候 來看的時候 這裡是湯屋 外面也是湯屋 反正就是類似那種 溫泉區 那種泡湯的地方 可是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 這裡就變成這樣 我們等一下再請這個里長 稍微跟我們解釋一下 我走到 唉唷 唉唷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壞掉啦 我們的五星級迎賓車到 唉唷 才沒幾年已經這樣開始崇壞了 剛好你踩到我們 唉唷 我剛剛差點跌倒 原來是因為這樣子 哇 一路都是 然後這個就是漏水 都裂了 這個整個都會翻掉 他這個都裂了 你看 整個車道上面 到處都是裂痕耶 到處都裂了 你看 這個到處都裂了 這個是從裡面裂出來 所以它 連裡面的水泥 可能磅數都不夠 對 不要再撥了 里長 等一下換我們兩個人 要賠錢 可以做拼圖 可以做拼圖 好 我再帶小朋友來這邊玩一下 現在來到了一個 好像雞房的地方 唉 這雞房 有一個味道 很重 這個是我們五星級的KTV 喔 這裡是五星級的KTV喔 有啦 你進來看 喔 哇 你看 全部都發霉了啦 裡面完全就是沒有 那我們把它 我們不知道住在裡面 是不是根本不知道你吸收到 這是什麼味道啊 有一個很重的味道 好像是什麼 那種有機溶劑的味道啊 發霉的味道 都有混在裡面 啊 可惜了這個卡拉OK啦 欸 精爽的啦 我們家也精爽的 唱得很好唱 但是你們這裡有人來這裡唱過嗎 我們不敢冒著生命危險 欸 冒著生命危險 你自己看 一開始翻進來之後來一次啦 後來就不敢來了啦 喔 大姐你有來唱歌就對了 唱過一次 是 我跟你講他這個怎麼樣 沒有逃生門啊 沒有逃生門 喔 所以這個地方本身不能當KTV 意思是這樣 可是他卻弄了一個KTV給你 給我們 然後把錢加在上面賣給你 他說他是無常送我們的 喔唷 欸欸欸欸 原來這樣 欸唷 欸 欸 你們這裡偷看這樣啦 喔 哇 很危險耶 沒住幾年啦 地板就開始 這跟剛剛那是不同層耶 不同層啊 我們剛剛在B2 現在在B1 我們每一層都有這樣子的問題 整個地下室的一POSE 全部都裂掉 對啊 我覺得這個地方怪怪的 這 這怎麼會這樣 這牆面整個都會滲水出來 滲水出來 太誇張了 欸這邊都電線耶 啊所以這邊會滲水 會漏水 會漏水 從電線的那個孔 嗯 電線的管道裡面也會下雨下來 從電線管道裡面會下雨下來 下到這邊 然後 弄到整個牆面都剝弱了 牆面會滲水出來 然後這個是牆面滲水 喔 這牆也都開始滲水 它滲水 這個從 四五年前就貼的 都沒有來處理 就是要點家之前 所以你們這個公社都還沒點家對不對 沒有 沒有點家 還沒點家怎麼會這樣子 剛剛走在這個豪宅 我 三部一小景 五部一大景 你們來看一下 喔 整個都已經龜裂了有沒有 這真的是豪宅嗎 我現在在貼母的豪宅聚落耶 你會不會掉下來 可能會剝弱喔 很恐怖 欸不要站在這邊等一下被砸到 很恐怖 天花板都這樣子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是B1 B1上面就是 呃 壽雨面 所以也就是說它整個天花板 到處都是已經 有滲水的狀況 所以產生這種B1 然後甚至已經有滲水會滴水 滴下來的感覺 唉唷 哪呢 我們剛剛 我們可以找這個資料隔離 欸 花圃下線 本來這麼高 下 喔 本來這一棵樹是 怎麼這樣 它這樣掉下去的 忽然就陷下去了 都沒有下雨啊 唉唷 怎麼恐怖 對啊 新光銀行 那那些土跑到哪裡去 不知道啊 所以是新光銀行來做的 不是 它負責的水土保持是新光銀行 有那個文件 喔 水土保持啊 所以那個 家殼說這個是 這個是新光銀行負責的 喔 所以兩邊在推就對了 新光銀行 對 新光銀行叫家殼弄 家殼說它只要拿 就是 土來填一填 我們不同意 對不對 填一填如果再加 多恐怖 你看這麼高 對 直接就陷下去了 浴室真的是很麻煩 因為你會放毛巾了 洗完澡以後地板 它是潮濕的 即便有對外窗 你還是長年關閉 日南除濕機 功率只有65啊 它的相對濕度在50以下 它會自動關節省電 然後這個水你看 已經這麼高 密閉空間它會產生濕氣 這種大衣啊 外套就會發霉 像現在它相對濕度 已經低於50% 所以它會停止運作 不會一直在耗電 那一般廚師機都比較大 放很大台的在衣櫥裡面 很奇怪 放不下 放在廁所裡面 也非常適中剛好 然後又沒關 又有夜燈的功能 那如果有需要的人 點擊連結有優惠喔 我剛去等於說是住這個社區巡禮 我們以前在參觀社區的時候 都是看到美美的公社 然後屋主讚不絕口 我們這個房子真的讚啊 大家有興趣一定來我們這邊看房子 結果今天 這個里長也是這邊的住戶 是啊 所以你是本來是里長 我是受害者 你是受害者 你本來是里長 然後買在這邊嗎 不是 我原本是一個家庭主婦 你本來是家庭主婦 對 因為呢 我喜歡泡湯 它知道加格蓋了一個溫泉湯屋 你說這個建設公司叫做加格建設 加格建設 它蓋了一個溫泉住宅 號稱是飯店式管理的溫泉湯屋 外觀看起來有像喔 的確啊 從迎賓車到進來 是不是覺得很高級 我會覺得說好像來到什麼五星級飯店 然後好像有那種SBA進去就有人服務的感覺 結果剛剛就是看完以後發現 可以好好的來了解一下 所以里長這個房子成屋多久 大概是105年蓋好 那我107年的時候 我要來買這個房子 所以已經成屋大概4、5年左右的時間了 所以才4、5年而已 就已經這麼多缺失了 我住進來4、5年 你住進來4、5年了 那你之前是里長嗎 不是啊 那你為了這個 為了我們爭取我們社區住戶的權益 因為我們有一群住戶 是看了加格建設的廣告 那它這個房子是城屋喔 它不是預售屋 它是蓋好的 裡面呢有那個 SPA池 SPA池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那有湯屋 有飯店式管理的湯屋 就剛剛我們看那個健身房那裡 對 裡面有大湯屋、小湯屋 是非常高級的感覺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剛走的那個打乒乓球啦 健身房啊 還有好像有停車 機車停車格的那裡 以前是湯屋的那個櫃檯 還有湯屋 大小湯屋 適合兩三個人一起的那種湯屋 對不對 現在怎麼後來全部變成那樣 我們住進來啊 就是突然有一天 加格建設跟我們說 我們有租屋自己去檢舉 把湯屋給廢除了 就是他可能在蓋的時候 沒跟你講清楚說 這是惡工 對不對 我們也不懂啊 一般人怎麼會知道 對 所以還沒點交之前 他就已經被檢舉了 被檢舉 到底是被誰檢舉 不知道 但是他就說是你們自己檢舉 他就賴給我們 他不負責任 他賴給我們 他對外聲稱說 是我們住戶自己去檢舉的 你相信嗎 我們花了這麼多錢 買了溫泉住宅 我們還自己去檢舉自己的湯屋 而且我們根本不知道他是違法的 我們要是知道他是違法的 我們根本就不會買 所以大家就是在買房子的時候 要先搞清楚說 他現在的這些公共設施 到底是合法的還是違法的 違章建築 這些地方本來沒有這些東西 都有可能被提報違建 然後被拆除 但是住戶在買的時候 其實他進來買 他根本不知道 而且他剛開始在談的時候 在跟你們銷售的時候 他應該有帶到這些東西對不對 是啊 他就是帶我們去現場看啊 那就是說這個未來 會有服務人員來管理 那你只要像度假一樣 像去飯店一樣 人來就好喔 他有飯店式的管理 這樣子的設備 所以你們當時就是被這個 美好的景象給吸引了 就住進來了 發現說 怎麼完全跟之前照片上 完全不一樣 真的很怕買不到 因為他的銷售團隊太強了 他說你不趕快買 你就買不到了 那那時候因為這裡屬於 就感覺是比較郊區 比較休閒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都是非常喜歡泡湯的人 總之就是當時被這樣子的廣告台詞 還有他的吸引 還有他的銷售人員的手法 而且當時在價位上面 這裡屬於高價位了 光看他的這個外觀的建材 還有他的整個規格 人家講經緒其外 敗緒其中 剛剛走在這個路上 我還半島兩次 差一點點抹抖 你知道嗎 但是不好意思 要吃雞胖雞丁油是不是 是啊 就是住進來之後才發現 那些美好的廣告 慢慢的發現 怎麼那個建材 跟他跟我們講的那個五星級的 都不一樣 所以建材還有公社 後來拆掉了以後 他有提出什麼 因為還沒點交 還沒點交的時候 其實這個權利的歸屬是屬於建材 但是他用一個方式就是說 這是你們自己檢舉的 你們自己自願 你自己去找那個人 不然跟我沒關係 理論上應該在點交之前 這個權責都是建商要處理 所以他拆掉了以後 他用什麼方式補償你們嗎 他發現了這麼多的缺失 價格建設居然只提出150萬 你看我們剛剛發現這麼多 有天花板漏水 連續壁漏水這一些 還有那個十八池變石頭池 150萬 在台北市你看150萬 可以處理這麼多事情嗎 價格建設真的是非常的不負責任 150萬 你們這個有幾戶 我們這裡有38戶 150萬就是一戶 倍三萬多塊 一戶三萬多塊 就是讓大家可能出去度假一下 家裡沒辦法體驗這種十八池 你出去度假一次 就是大概是給你們出去 滿足一下回憶 浪漫的幻想這樣子 真的是 這就太勝了 150萬 一戶只有三萬多塊 這真的太過分了 但是建商他 就是用了合約 那個 在我們在合約裡面簽了 公設是無償贈餘 公設無償贈餘 我們跟法院提起訴訟的時候 那建商就說 假如你要公設 你還要再付錢 他說他公設是無償贈餘 所以以後我們要去買房子 才知道說 那邊的 如果到時候他那邊多了一個 一棵樹 或者是一朵花 都是你要額外再付錢買的 意思是這樣 有這樣子的道理嗎 我們買房子 公設會是無償贈餘的嗎 你怎麼開車 買車是不送輪子的 輪子是你要自己額外再買 那這個事情 要開車的時候 老闆我的輪子 不好意思你要再加五萬塊 才能加那四顆輪子 是不是很過分 太奇怪 就是我們現在是 以來做公益的心情 來做這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 簽了這樣子 不公平的合約之後 我們求助無門 我們真的希望說 買房子是這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們希望能夠提醒大眾 未來 要買房 要買價格的房子 特別是要買價格建設的房子 一定要注意 價格建設 他不誠實 他對於建材 對於廣告 這些大家都一定要特別特別的注意 我希望不要再有其他的人受到傷害 真的我剛剛這樣看 這個感覺就是豪宅規格 可是他裡面的這些 建材是用 感覺是外觀看起來都還不錯 可是有一些 可能工法 或者是施工上面有做一些 偷工減料 這個 所以他可能水泥的磅數也好 或者是那些材料 沒有選到比較好的材料 或者是他防水的處理 他根本就沒有做好 我們才住幾年 你看那個天花板 地下室的天花板 我們車道開始龜裂 然後車道的連續壁開始漏水 這些都是很難處理的事情 但是價格建設他一直不處理 剛剛到了地下室的時候 還有看到一個很奇怪的 在機房那邊呢 怎麼會有KTV 而且是五星級的KTV呢 我感覺那可能不是KTV 那可能是阿公店 怎麼在地下室 空氣煙霧瀰漫的情況之下 而且重點是還發霉發成那樣 你敢坐嗎 你敢坐在那邊嗎 我們租戶完全沒有人敢去那裡 那裡完全沒有逃生設備 沒有對外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個違規的建築 是惡工 對 是惡工 就是說他答應說要給你KTV 結果他沒有幫你規劃一個合法的場地 他就隨便弄一個空間 就說這裡就是我給你 就這樣 他隨便弄一個機房 就告訴我們說那裡是五星級KTV 這樣你能接受嗎 我意思是說你聽錯 他說五星級 我們這有省錢 有省到錢 我們根本不敢冒著生命的危險 在那個地方唱歌 而且發霉 如果長時間在那裡 可能會引發一些支氣管的問題 那後來我覺得很奇特 就是你為了這個社區 又去選了里長 你是里長 里長小姐 怎麼會那個 你看 這個真的是里長 不是騙人的 這樣 你是里長 怎麼他還敢這樣對你 是啊 你看建商後台有多硬 你是說他可能有那個 立委啊 或者是前立委啊 或者是明代啊 所以找了一堆 官比里長還大的人說 我沒在怕 是不是 我沒在怕 但是你們在蓋好的時候 你們來參觀的時候 這裡就已經有溫泉了嗎 我們當初沒有溫泉 就是建商他們在銷售的時候說 他們政商關係很好 跟我們說不用擔心 之後 溫泉一定會有 對一定會有溫泉 還讓我們簽了一個聲明承諾書 聲明承諾書就是說 你們買了以後這個溫泉怎麼樣 就一定會 沒有管線的話他們不負責 沒有管線不負責 然後叫你們先簽一份文件 說這個到時候管線怎麼樣 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私底下跟你說一定會過 不要怕 現在沒有溫泉沒有關係 未來他們會處理 因為他們正商關係很好 正商關係很好 也是正商關係 就是溫泉屋已經蓋好了 溫泉蓋還是管線 溫泉的床屋已經蓋好了 所以我們聽說他是樣品公設 只差那個水龍頭打開 沒有 還沒有溫泉流去 但是他讓我們簽了一個 硬體的部分都好 但是他讓你們簽了一個 有聲明承諾書說 現在管線還沒有好 沒有關係 未來他們會處理 就這樣 結果未來真的沒有處理 真的 還不知道到什麼時候 那你們現在針對這事情 建商也沒有提出 合理的一個補償方案 他怎麼說 我們當初提告的時候 對方律師說 我們是投資私利 要向他敲詐 我們是投資客 不是住戶 真的喔 所以你們是投資客嗎 我們自己都在這裡 里長住在這裡 對啊 怎麼會是投資客 所以這個講得有點牽強 那你們現在 據說住戶異常的團結 因為以往遇到這種狀況 住戶罷罷款 有的人覺得說 我以和為貴 有的人覺得我是投資而贏 趕快賣掉 不要給我亂 那你們住戶的態度 這個比較關係到底能不能成 我們都是自住的 我們有一群受到他欺騙的住戶 我們都非常的團結 那現在我們以做公益的心情 做公益 對做公益 我們不希望再有人受害 只要以後價格建設 房子蓋到哪裡 我們一定就跟到哪裡 我們就到銷售中心前面去抗爭 發DM發文宣 我們會架設網站 我們會宣傳 想要購買價格建設房子的人 我們提醒他 對於價格建設要小心 要注意哪一些細節 才不會像我們一樣在受害 求助無門 這真的是公益 大家想一下 這是他們的房子 他們出來講 講了以後有可能造成房價的崩跌 這個房子據說建設公司 現在用一半的價錢在出清 有點像在脫產的感覺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請律師打官司 花誰的錢 花自己的錢 對啊 我們自己花錢 我們不是花管委會的錢 我們是住戶自己集資 自己花錢請律師 我們到加格建設 他建案的現場去抗爭發宣傳 也都是我們自己住戶集資 去做這樣公益的事情 來提醒想要購買價格房子的人 不要買 你們千萬要小心 要小心 要注意 最後他們還花了時間 不是只有花錢 花時間去抗爭 抗議這是比較長時間的 對啊 這種不公不義的事情 一定要讓他突顯出來 對 那下次如果要去抗爭的時候 抗議的時候 記得跟我們說一聲 我們來直播一下 看看外觀 外面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情況 還沒看過這種抗爭 住戶集體 集體一起去抗議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我們的里長 這個永和里的里長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這個 買房的一個心得跟經驗 團共的經驗 希望大家不要再受害 大家實際上登陸查一下 這個當時在買的時候 算是區域型的高價 所以里長最了解狀況 所以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了解這個狀況的時候 不要被騙 然後在買預售物 或者在買房子的時候 一定要看審閱清楚 然後了解一些法規的限制 最好是請比較熟的人 或者是律師看過 律師看過 沒錯 那我們感謝這個里長的一個分享 那期待有後續的一個追蹤 再跟大家分享更多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大姐 拜拜 你窗外的景色景觀 就完全看不到 我當時買這個房子 就是為了這面景 這樣子看 我沒有覺得特別暗 還是你更沒貼 其實太陽照下來的話 你到時候你去摸你的地板 或是摸你的家具 應該是沒有溫度的 它會比較涼 對 那本來如果照下來 這個地方會 地板會溫溫的啊 熱熱的 木頭就是很怕曬 曬了以後 這個可能會變形或褪色 這個烤漆的面板 如果說長期這樣曬 真的一定會 因為陽光是從這邊曬過來 所以我只要坐在這邊 我更沒辦法看電視 感覺就是變成那種茶色玻璃 有沒有 有豪宅的感覺